运球就快要coach 战术就学coach 路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路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勇士输给快庭 本季首败 虽然和柯瑞崴角下场有关 但柯瑞受伤前勇士也落后着9分 第三节柯瑞下场前一度追过分 找小破顿做挡拆再找佐巴茨远射 追到过72比74 然而快艇通过阔防 换防 以及边线夹击的策略 有效地限制了勇士的外围进攻 佐巴茨在防守中频频换防 甚至将柯瑞追到了中线 导致勇士不得不依靠小佩顿和鲁尼 轮流进攻篮筐 情况如此 哈登在篮下也能扛得住鲁尼 小佩顿在接到柯瑞的传球后投篮位重 哈登立刻发起反击 为鲍威尔创造了上篮机会 快艇以81比72领先 此后柯瑞也被迫下场休息 尽管勇士队在第四节中奋起直追 维金斯的一个三分球将分差缩小到100比101 但最终还是未能扭转局面 这场势力从近两年的比赛趋势来看并不算意外 上赛季勇士在一个关键时刻的反弹 也曾在快艇的身上被打断 只不过当时人们对快艇的实力有着更高的预期 只能说好事多磨 勇士还需要时间 卢教练很会用残阵 2021年快艇在没有莱安纳德的情况下 依然闯入西部决赛 而本赛季球队在没有莱安纳德和乔治的情况下 基本是把哈登当勒布朗用了 哈登谁还不是个詹姆斯呢 在这场比赛中 尽管他19投仅6中 但在进攻组织和节奏掌控上表现得相当出色 快艇利用了一招战术 即谁拿球过半场 找哈登和佐巴茨牛角位双挡 把球给哈登让他挡拆 自己走篮下扣篮位 两队友落底脚 周而复时勇士破不了 哈登和佐巴茨的挡拆组合堪称天作之合 而鲍威尔在这一系列赛也成为哈登的另一个 埃里克·戈登 尽管大家都知道鲍威尔有得分能力 但他的篮球智商并不总是在线 在哈登的调度下 鲍威尔只需专注于得分 显得更加轻松 自上赛季以来 鲍威尔与哈登搭档时的真实命中率达到68% 而不在一起时则只有57% 本赛期的前两场鲍威尔投中8个三分球 其中5个是由哈登助攻的 这场比赛同样受益于哈登与佐巴茨的挡拆 快点队的三个主要优点在这场比赛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第一 防守 第二 球权支配 第三 中路威胁 这三点在对阵勇士时发挥的淋漓尽致 直接戳中了勇士的痛点 勇士能够在面对拖荒者和绝世时表现出色 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完击已经治愈 球队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最大缺陷依然如故 第一 二号得分手的薛师 第二 前场空间的拥堵 第三 内线高度不够 那么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呢 先需要在防守上下功夫 通过提升防守强度 球队可以加快节奏 寻求反击 在转换进攻中寻找空位和错位的机会 从而规避先天的开发能力不足 一旦落入阵地战 勇士可以通过传切体系 依靠柯瑞和谢尔德的跑动与投射来激活全队 同时凭借运动能力和积极性 争抢前场篮板 实现这些目标显然需要一些前提条件 首先 防守必须切实有效 若防不住对手将面临被动局面 快艇的进攻同样面临开发手不足和空间拥堵的问题 勇士在防守上也做出了一些针对性调整 全场放空了邓恩等非射手 然而快艇通过哈登的传球和阻拔茨在中路的威胁 简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实际上这不是快艇第一次通过这种方式 让勇士感到不适 上赛季两队交手时 这一战术同样让勇士苦不堪言 佐巴茨在面对勇士时 主要是利用勇士内线的身高劣势 而哈登则能够帮助佐巴茨去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 对于勇士来说 虽然面对佐巴茨并非毫无办法 但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 简单地说 关键在于早字 对持球人的侵略性防守 能够迫使佐巴茨尽早接球 这样就能增加他处理球的时间 从而避免他在有威胁的位置上轻松做出决定 一旦佐巴茨在禁区内接球 勇士的协防也需要及时到位 必须在他起手之前迅速形成夹击 以此增加造成失误的机会 然而在这场比赛中 勇士并未能有效执行这两点 首先勇士在对球的侵略性方面 远没有达到预期 甚至在哈登缺席 以及佐巴茨不在场的情况下 勇士对快艇的防守压力依然不够 直到第四节 勇士才终于找回了前两场比赛中 体现出的强大防守侵略性 由于防守未能施加足够的压力 勇士的进攻自然受到影响 更别提快艇在这一场比赛中 展现出的完美退防表现 在进攻单 勇士还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针对佐巴茨 简单来说 可以通过挡拆来使持球人 进行三分投篮 打佐巴茨扑不出来这一点 在这场比赛中 科威的手感表现尚可 但受伤了 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而谢尔德的状态却不尽如人意 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前两场比赛中 谢尔德在35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为勇士贡献了12个三分球 但在本场比赛中 他的表现却大相径庭 他14投仅3中 3分球9投1中 甚至还出现了4次失误 这并不是说谢尔德突然失去了准心 毕竟谢尔德是一名生涯40% 命中近2000个三分球 快要进历史前20的射手 然而这场比赛的环境 却对他的表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前两场比赛中 谢尔德为勇士在35分钟内 贡献了49分 其中三分球命中率高达75% 他能够如此表现的原因在于 勇士的快速进攻 前两场比赛中 他的投篮中有三分之二 是在9秒内完成的 9个三分球是接球后立即出手 8个三分球是在 没有对手防守的情况下轻松出手 另外10个三分球 则是在接球后2秒内迅速投出 他的射数固然精彩 但勇士整体的快速推进策略 让他得以在反击中轻松找到位置 他站在角落 及时接到球便出手 根本不需要等对手回落 勇士在前两场比赛中的节奏 达到了105.7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73上那年 节奏是99.3 然而快艇显然没有 让勇士找到这样的节奏 前两场比赛 勇士共出手了199个篮 但在这场比赛中 仅有88个 快艇有效地限制了 谢尔德的空位投篮机会 迫使他不得不运球传球 甚至传球失误出界 结果谢尔德的表现完全被压制 实际上 卢对柯瑞的手感 也制定了针对性战略 让祖巴茨大胆进行换防 将柯瑞往内线引导 同时通过放空其他球员 来加强篮下的防守 这样一来 勇士在进攻时 很难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卢对于勇士在空间运用上的 针对策略非常彻底 除了柯瑞和谢尔德 其他球员几乎被快艇放空 在这场比赛中 柯菲对谢尔德的防守可谓完美 他在追防时能够快速穿越 无球掩护 始终紧贴谢尔德 成功将他往内线引导 这让谢尔德在进攻中非常难受 这并非单纯出于他的手感问题 而是因为快艇在追防射手方面的经验丰富 由于射手没有足够的出手机会 其他球员又被放空 快艇在篮下形成了人满为患的局面 勇士的前场篮板自然也难以冲击 所以勇士输在哪儿了呢 先说配置上 佐巴茨一注擒天 攻防两端都让勇士难受 两边是放空对面非射手 快艇有更好的护框手 近框中结点和蓝板点 便密中带着几分硬朗 成为了关键胜负手 而勇士这场外线领防人 与射手没能用出色发挥 抹去快艇的内线优势 谢尔德试准柯瑞受伤 几个外线防守人的表现不如邓恩 巴图姆和琼斯 内线除了鲁尼 其他人这场比赛的表现都很差 从策略和执行上讲 快艇对中路攻击效果到位 见机会就往篮下杀 勇士的对球防守强度没有跟上 苦苦追分中一度有些沮丧 攻防都乱了阵脚 勇士前两场赢球其实也有问题 是什么 首发没空间 赢球靠的是替补提速标分赢球 对阵快艇被压下节奏 替补赢不了分 于是输了 勇士的老问题 大开大合传奇体系下 每人只做擅长的事就好 伯蒂姆斯基的出球 希尔德的远射 小佩顿的内切 鲁尼的篮板和侧应 维金斯的内切和弱侧空 但如果节奏起不来 落到半场 弱点纷纷放路 伯蒂姆斯基不肯投 鲁尼没空间 希尔德除了篮子别的都一般 维金斯的进攻欲不高 小佩顿被祖巴茨放空 知道他没篮 结果还是追梦的侧应和 柯瑞的引力 勇士首发没空间 其实是因为一位四风 柯瑞射数古今独步不提 维金斯库明家和追梦 都没有稳定的空间 DJD是个勤勉努力的好青年 但作为真中锋 个子不够 而且没篮 鲁尼在替补发挥好 是因为他占了单中锋 有空间 这就是勇士当下最尬的地方 首发全前锋缺空间 替补全后卫少硬度 题外话 本季前两场 柯瑞每36分钟 21投篮10助攻 生涯最重的持球负担 能不能云云呢 大概可以的 这场比赛 第四节维金斯带队追到分差 一分 打到卢教练暂停时 阵容是双位三前场 希尔德加波吉姆斯基 加鲁尼加维金斯 加库明家 这不就挺正常 后场是柯瑞 希尔德 波吉姆斯基 封线是追梦 鲁尼 维金斯 库明家 空间就不那么稠了吧 长期解决方案大概是 让维金斯 库明家 慢慢习惯持球 短期解决方案大概是 首发里少个封线 多个后卫 把TGD或库明家放替补去 换希尔德 或波吉姆斯基 上首发 但科尔教练 大概不舍得放库明家下去 又不太肯让追梦 直接战武 所以这问题暂时难解 库明家的问题极明白 他和维金斯 是勇士这波人里 最有明星天赋的 任务简单点 他可以完成得很好 但任务一复杂 涉及到协防 涉及到组织 他就麻烦了 这场比赛第四节 绝到100比101时 维金斯突分给库明家 库明家原地无效运球 最后甩锅给希尔德 希尔德底脚抢投三分 被鲍威尔盖掉 鲍威尔反手一个三分球 勇士输掉比赛 这是进攻 这场比赛第二节 库明家单防哈登很靠谱 两年前他还单防过 MVP赛季的约基奇呢 这是他的天赋 但之后一个防挡拆回合 追梦让库明家换防小琼斯 库明家却放空小琼斯 去追鲍威尔了 更搞笑的是 全场的防守脚步 都是在逼边线压迫 他却在引对手走中路 这是防守 好听点说 库明家一向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涉及组织涉及协防 尤其进攻空间一窄 库明家脑子就要犯轴 我能想到的方案是 科瑞加希尔德加维金斯 加库明家加追梦首发 先撑一段 希尔德和科瑞维持空间 让库明家可以不用持球发呆 科瑞和波杰姆斯基 互相轮替 维持后场出球 希尔德和梅尔顿 多留一点时间搭二阵 TJD 鲁尼和追梦 平分五号位时间 总之减少首发四位一分 和替补三后位 乃至四后位时间 当然也就是说说而已 毕竟追梦未必乐意长期战武 而按科尔教练的爱好 只要还可以搞替补刷分跑赢 就不用大动干戈 继续练练练看吧 那勇士后面怎么办呢 科尔说 科瑞伤得不重 这算不幸中的万幸 勇士这场暴露的问题 都不是新鲜东西 快艇的资源和执行力 能把勇士的问题 从头拷问到尾 跟快艇比赛的一个突出体验 是执行力的延续 也算是提醒了球队和球迷 这支球队还有很多东西 要调整和改进 第四节目 科瑞不在 球队把机会交给 库明嘉和波杰的时候 他们看起来还没有能力 撑起这种关键的时段 库明嘉跟首发的格格不入 在继续 他的艰难与停滞不前 也许远比球队其他的问题 更令人失望 在科瑞休息的赛程里 勇士hold住现在的 首发的疑问更大了 夏尔德替代科瑞 没有升级的地方 还缺了首发空位 用梅尔顿或者波杰姆斯基 彻底夯实防守 把反击践行到底 这也许是一种思路 行不行 也需要试试看 也许机型首发的改变 比预期来得要早 认清现实 平静应对 后击薄发 这是面对漫长赛季 该有的心态 最后说说 勇士队的三大未解之谜 逆袭就是 当别人都觉得 你不行的时候 你突然行了 而有些时候 当别人觉得 你行的时候 你突然不行了 这叫暴朗 这叫大失所望 勇士未解之谜一 乔丹普尔 乔丹普尔好就好在 他贡献了极其辉煌的一个赛季 但过于短暂 见惯了网上的高旁 脚躁之心萌生太快 最后被一拳打回了现实 一个赛季下来 他方才明白 他不是柯瑞 最后也被勇士当作 负资产贴首轮清理掉 目的是为了下下赛季 也就是这个赛季 清理薪资空间 勇士未解之谜 3 乔纳森 酷明家 2021年选秀的球员 几乎都拿到了 不同数额的虚约合同 上亿的屡见不鲜 之前找出与酷明家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老鹰的杰伦约翰逊 前两个赛季 酷明家各项数据 基本压他一头 上赛季 杰伦约翰逊突然的爆发 让他获得了 5年1.5亿的虚约合同 酷明家很是眼馋 问题就在于 新秀赛季 他给了人们很大的期待 但三个赛季下来 他却依旧原地踏步 不免让人怀疑 他是否还有成场的契机 赛季前两场的虐赛局 有他没他相差无几 但面对洛杉矶快艇 在柯瑞伤退的情况下 酷明家依旧低迷 空位三分不进 一顿炒菜之后 甩锅队友 莫杰唯一一次理智的进攻 就是面框炒菜后 翻人醒悟 随后要到低位 一打一单打邓恩 翻身跳投 险些命中 排兵不阵时 科尔大多可以多拿上一个后卫 而将酷明家放在板凳席 但本想着中锋不高风险 更多的表现机会 最终还是将他放入首发阵容 结果你是知道的 上赛季赛 面对OJ阿努诺比时 勇士犹豫了 在面对西亚卡姆时 勇士也犹豫了 而在面对马尔卡宁的时候 勇士更加犹豫了 现在切起的应该是 猛龙爵士 以及任何与勇士谈判 希望通过交易球星 获得酷明家和勇士首轮签的球队 目前勇士除了给他机会 别无选择 充其量放到替补阵容 但每场都会有接近20分钟的出场时间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